宜萱提问 我想请教一下您刚刚有提到说 希望陆方能够有弹性的思考 不过现在看起来 其实陆方并不是完全没有给善意 就从您这次出访 您的专机是直接从迈阿密 经过了古巴哈瓦那再到巴拿马 您算是可以直接专机从 第一个从古巴领空飞跃的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古巴跟大陆的关系 其实是不是代表说 我们的两岸关系是有一点突破的 或者是其实有听说美方在私底下 有试点理由做一点帮忙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柏瑞光主席有提到说 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说 在当时的古王会谈 是没有九二共识的 这样子有被人家讲说 是美方有在替您背书的一个状况 您怎么回应 我觉得我们的专机飞跃 这个古巴领空的这件事情 我的理解是 我们按照一般的惯例来处理 那么是由华航来提出申请 那么我们也得到了相关的许可 所以在我的理解里面 这是我们寻惯例所做的一件事情 我也不清楚中国大陆在中间有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如果说有的话 或许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善意 那如果说我们双方可以持续的累计这个善意的话 我相信对将来的问题的处理 跟关系的和谐是有助益的 这是他的观察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好记得没错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做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是AID的处长 好像同样的说法 他在那个时候就说过了 不过只对我说了 因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说过了